读美国热点话题 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李志一 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15日公布调查报告 为对FBI通俄门调查过程的审查画上句号 报告中 达勒姆批评FBI对俄罗斯与特朗普 在2016年大选期间的关系调查过于仓促 过于依赖原始和未经证实的情报 称其行动速度与惯例不符 特朗普在他自创的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声称 该报告表明 美国公众被欺骗了 15日 一名18岁男子携带至少三把枪 在新墨西哥西北部的一个社区游荡 并向路边的汽车和房屋随意射击 造成三人遇难 六人受伤 伤者中包括两名警察 警方接到枪击报告几分钟后击毙袭击者 截止发稿 枪手和遇难者身份尚未披露 财长耶伦15日确认 美国最早于6月1日面临联邦债务违约 这一时间点令国会达成协议的压力倍增 耶伦当日在给国会领袖的信中写道 如果国会在6月初 甚至最早在6月1日之前 不采取行动提高或暂停施加债务上限 财务部将无法落实政府的全部义务 15日 一名49岁男子手持金属棒球棒 进入国会众议员格里·康诺利 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办公室 该男子先是寻找康诺利 随后用棒球棒袭击了办公室的两名员工 这名嫌犯已被警方拘留 作案动机不明 据知情人士透露 前副总统麦克·彭斯的盟友 准备于周二发起一个新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以支持他获得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斯科特·里德表示 美国正处于真正的十字路口 共和党需要一位能够获胜的 强有力的保守派候选人 一名自称在鲁迪·朱利安尼 担任前总统特朗普私人律师期间 为前者秘密工作的女子 15日在法庭文件中称 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 曾强迫她发生性关系 并拖欠她近200万美元的工资为付 对此 朱利安尼通过发言人表示强烈否认 这些爆炸性指控在社交平台推特 引发强烈关注 以上就是本期的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李之一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